这个视频我要讲讲三角形角度内折问题 比如在三角形ABC中 角A等于45度 也EF向内折叠三角形AEF 得到三角形DEF 让你求角1加角2的度数 还是从结论出发 发觉没 这俩角互补 角1等于180度减角AED 这俩角也互补 角2等于180度减角AFD 那角1加角2就等于360度减这俩角 也就是360度减它俩的合 看来要求出角1加角2 只要求出这俩角的合就成 这个三角形是由它折过来的 那自然全等 所以这个角也等于角A 利用四边形的角合是360度 所以这四个角加起来就是360度 角AED加角AFD 就等于360度减2倍角A 有了这俩角的合 剩下的就容易了 带回这个式子里 去掉括号 角1加角2就等于2倍角A 条件告诉你角A等于45度 那角1加角2就等于90度了 对于这种折叠问题 一定要牢记折叠的三角形全等 另外这里有个结论 你得记住 这俩角的合一定等于顶角的两倍 有了它 做起题目来就很快了 比如把一个三角形这样折一下 告诉你角1等于35度 角D等于30度 让你求角2 这时你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关系 角1加角2等于2倍角D 算出角2等于25度 好了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只要把三角形一个角度内折 折出的这两个角的合 就是这个三角形平角的两倍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速速去刷题吧